最后一场领导人大选辩论会落幕 三党的候选人把握机会 马英九猛打正机 蔡英文平抛愿景 宋楚瑜则着重在民生福利 究竟三个人的表现谁占上风 今天就请到台湾政治评论员黄创夏为我们点评 这场辩论是个问题问 但很可惜的是在前半场的时候 显然三个候选人对于彼此之间的政治斗争比较在乎 所以对于议论答的都有点空泛 尤其是后半段的提问的时候 包含住宅的问题 无薪假的问题 税的问题 其实都问得蛮仔细 蛮直接蛮具体的 但是很可惜的都没有回答到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工坊里面 马英九坦白讲 有一点点老马卖瓜 自卖自夸 并没有真正去呼应或怎么样 蔡英文最后的结论做得还不错 那个因为他本来就生病了 所以他就是感觉上就有点诚恳的告解 而宋楚瑜是最抓到人民的感觉 而马英九当然在里面呢 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攻击 就是他用宇昌案 然后蔡英文指控他用国会 都用了政府机器 他说如果这样就退选 可是问题是这个战术呢 没有扩张 那马英九都敢赌了 蔡英文却没有追着之后说 好 立刻的直接举证 那马英九就当场闭命 或是蔡英文跟他对赌 所以气势上 当然马英九还是有点强了气 对 感谢观看